各位同学来到牛客网程序员鄙视面试专题讲座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是与字符串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字符串问题的特点 那么字符串问题在鄙视面试中是经常出现的 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题目类型 字符串问题它的首先的一个特征是它具备很大的广泛性 这种广泛性其实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字符串问题有的时候它把它认为是字符类型的数组来进行处理 那么既然是数组处理的问题 那么很多与字符串相关的题目实际上都和数组的排序和查找有关 相应的代码技巧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广泛性是说很多对象其实都可以转化成字符串类型的对象 那么很多题目其实表面上看上去它是与字符串类型题目无关的那些题 经过深度剖析之后实际上发现它是可以由字符串类型的思路跟解法来进行处理的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将在题目部分给出具体的题目来向大家说明 那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大家用Java语言进行刷题 以及平时的代码练习的话 Stream类型呢在Java中实际上是不可更改的 此时可以在Java中使用Stream Buffer、Stream Builder类来进行处理 在有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用2XArray方法来将字符串转化成字符类型的数组来进行处理 那么在进行字符串题目的练习之前呢 首先应该具备一些与字符串有关的概念 比如说回纹的概念 子串的概念 子序列的概念 前缀数的概念 后缀数和后缀数组的概念 匹配的概念 还有字典序的概念 这些概念都是要要掌握的 还有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操作 比如说基本的增山改查的操作 然后字符的替换操作 包括还有字符串的旋转操作等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字符串题目出现的几种类型 第一个类型呢是规则判断类型 比如说给定一个规则 看看字符串是否符合这个规则 常见的呢比如说一个字符串判断它是否符合整数的规则 如果符合的话就把这个字符串转成整数返回这个整数 还有一种呢是判断字符串 它是否符合符点数的规则 如果符合呢就给它转成符点数最后返回 还有就是判断一个字符串 它是否是回文字符串的规则 如果是就返回处不是就返回false 那么字符串题目的第二个类型呢是数字运算类型 我们知道在计算机中表达一个整数 要么是硬的类型要么是浪类型 但不管是哪一种它能够表达的整数的范围都是有限的 为了得到更大范围的整数 它往往用字符串来拼大整数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与大整数相关的加减乘除的操作 实际上我们虽然它的对象 它的包含的载体是字符串 但是我们需要去模拟我们日常比算的这样一种方式 最终得到加减乘除相对应的结果 那么第三个类型呢实际上是与数组的排序查找和交换有关的操作 也可能会作为字符串题目解题的重点 因为我们知道字符串类型 它往往转成字符类型的数组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些与数组相关的排序技巧啊 包括快排的划分技巧啊 它也可以用在字符串类型的题目上 那么字符串的题目是 第四个类型呢是字符记数类型 比如说我希望便利一遍字符串 统计出每种字符所出现的次数 此时可以用哈锡表来进行统计 但是我们知道在C和C++中呢 字符的阿斯卡玛范围是0到255 在Java中呢是0到6535 那不管是哪一种呢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固定长度的数组 来代替哈锡表进行这样的 每一个字符的次数统计 那么字符记数类型的相关题目呢 常见的有滑动窗口问题 寻找最长无重复字符子穿问题 以及计算编位词等等问题 那么第五个类型呢是动态规划类型 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最长公共子穿问题 最长公共子序列问题 最长回文子穿问题 和最长回文子序列问题等 那么第六个类型呢是搜索类型 比如说我们给定两个字符串 一个是死阵一 一个是死阵二 死阵一每次只能变换一个位置的字符 那么如何最终 把死阵一完全变到死阵二 希望打印这样一条变换的轨迹 那么实际上呢 变换的过程可以用宽度优先搜索来解决 那么第七个类型呢是使用高级算法和数据结构解决的类型 比如说求最长回文子穿问题 它实际上是买纳车算法的主要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拉车算法 比如解决字符串的匹配问题 实际上它是KMP算法的主要内容 另外呢 其实可以生成一些比较高级的数据结构来解决字符串问题 比如说前缀数后缀数和后缀数组 其实可以解决一大票的字符串问题 但是在代码面试中通常不会出现这么难的算法 以及数据结构 原因是代码实现上比较复杂 所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行相关的学习 下面这道题目呢 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二叉数的题目 实际上它是一个字符串的题目 给你两颗完全独立的数T1跟T2 请判断T2的结构是否是T1的某个子数的结构 那么这道题的普通解法呢 其实就是一个二叉数的便利问题 比如说T1中我考察它每一个节点 当某一个节点跟T2节点的头节点的值一样的时候 我就从T1的当前节点开始 依次去找T2每个节点的对应 如果它后面的这个结构完全能够跟T2的结构对应上 那么我们就直接返回处 如果当前节点不能够完全对应T2的这棵树的结构的话 我们就在T1中便利它的下一个节点 继续做这样的考察 如果最后都没有发现能够完全匹配的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就返回false 中间有任何一个位置的节点能够匹配出整个T2的话 我们就返回处 那么如果T1这棵树的节点数为N T2这棵树为M的话 那么最差情况是T1的每一个节点可能都要去对应M变 比较M次 那么这样的话 时间复杂的就是B勾N乘M 但是这道题的最优解可以做到B勾M加N 它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T1先把这棵树结构序列化成它的代表的字符串 假设为String1 T2这棵树也序列化成字符串 假设是String2 下面的过程其实我们是可以在String1中看 String1包不包含String2 也就是说是一个字符串的匹配问题 如果String1中包含String2 可以说明T2这棵树的结构 它在T1这棵树中 它就是某一个子树的结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整个的这样一个匹配的过程 就变成了字符串的匹配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用KMP算法做的话 它可以做到B勾M加N 给定两个字符串 String1跟String2 请判断String1和String2 是否互为变形词 那么所谓的变形词是指 如果两个字符串出现的字符种类一样 并且每种字符出现的次数也一样 那么这两个字符串就互为变形词 那么实际上这道题呢 是非常简单的 使用哈希表 做字符统计即可 比如说先对String1 做这样的每种字符的次数统计 建立关于String1字符统计的哈希表 然后再去建立String2 每种字符出现的次数的哈希表 然后比对每条记录 是否出现次数都一样 是否所有种类都一样 即可 那么实际上在实现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固定长度的数组 来实现这样的哈希表的功能 比如说如果字符的阿斯卡玛范围是0到255的话 那么就生成长度为256的固定长度的数组 如果是阿斯卡玛范围是0到65535的话呢 就生成长度为65536长度的固定的数组 来替代经典的哈希表结构 可以更加省空间 同时速度也可以更快